台灣的狀況大家都可以知道 開了一條快速路就死了另外一條路 那阿里山公路開完之後 阿里山鐵路就死了 你們有發現嗎 因為當初如果阿里山 以前我們是這樣 就是說只有鐵路的時候 那個火車那個鐵路壞掉了 就趕快想辦法把它修好 不然大家都沒有辦法出去 因為以前我在這邊住的時候 我們曾經還有靠那個直升機丟那個米亞 因為鐵路不通之後 完全這個地方就斷氧斷催 所以那個時候就很認真的要去把鐵路修好 那自從有公路之後 那個鐵路就可以不要了 你看大圍一點點什麼樣的風災 然後它就動在那邊就不動 就不動就停在那裡 問問一下這個市影前 那個施壓重斗的重點站是在這裡 對 就是那個嘛 從那邊過來嘛 施壓重斗在這裡 就在這裡 李老師可以請問一下那個阿里山賓館在哪裡嗎 因為我20歲的時候上來就在這兒 我們等一下會經過 下面等一下會經過 好 那那個 先請問一下 我剛才講的這個極木柱 這一顆呢 就是那個台灣山 它非常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的 然後台灣山以前在這個阿里山區域呢 大概有大概五千多顆 那這個就是砍木柴的時候就在這個地方極材 那等一下我們經過的時候會看到那邊有一個極材機 蒸氣極材機 在看得見嗎 我記得看到一個頭頭 蒸氣極材機 那個極材機呢 就是早期呢 因為大家還沒有那個那個器友的時候呢 用壞木齁 用那個木頭去燒那個蒸氣 然後讓那個蒸氣的方式去拖這個木材的 那以前我們在看這個極木柱的部分呢 我大概都是這樣介紹完 上老師再介紹多一點 他等一下可能要跟各位講很多那個其他的部分 那我們以前是這樣就是說 那節目上面有兩層喇叭 然後呢上面那一層喇叭就是日據時起呢 那個時候呢 因為大家都沒有時鐘 所以這邊有一個吉斯 時間到了時候呢 他就會就會 就像我們上下課一樣 叮咚叮咚還是那個喇叭就會叫 大家就知道現在幾點了 然後就下班了 然後幾點就上班了 然後呢 到了那個世界大戰的時候呢 他就變成那個警報有沒有 嗚嗚的警報器 後來呢 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呢 那個就不用了 就請掉就沒有要用了 那沒有用之後呢 到了後期呢 就是國民政府之後呢 那個是我爸爸他們呢 就去把他裝了第二層的那個喇叭 那第二層喇叭作用就是呢 做一個所謂村民的介紹 就是說我們這裡有什麼樣發生事情 就像我們那講的什麼 你們家的麵已經煮好了 趕快回家吃麵 就是那個作用 老師他在配合你演出 所以那個地方呢 就這個喇叭的效應呢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小時候就一直不知道 這根極木柱 因為我認識這個極木柱的時候 他已經沒有在作業了 所以呢 我們就會經常去爬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上面那個 就看起來很像那個蜈蚣的腳 所以這樣 就這樣子上去 我們以前爬上去 所以呢 就是看誰的膽識最高 膽識最大這樣爬爬爬 所以我有一張照片 就是我們家姐妹在那邊爬這個的 後來他不讓人家爬就把下面都拔掉了 然後呢 你各位可以看到呢 他那個那個繩索呢 那個鋼索呢 那個鋼索呢 是非常粗壯的 然後裡面會包著那個棉 棉線 棉線裡面有油 所以呢 他就是讓那個鋼索的那個 效應是不生鏽 而且他的那個韌度非常的夠 所以等一下呢 那個陳芋老師就是在介紹那個那個油 下面有一些 如果各位 我們現在就是大概接到到這樣子 然後呢 等一下我們就直接到姊妹池那個地方去 還有什麼問題要問嗎 剛才路過的時候有問題要問的 這顆是薄的還是 這顆是已經死了 可是這樣子 它怎麼能夠撐得去 它那個旁邊你看到有固定住的那個 固定住 然後呢 它這個下面其實它已經鬆脫了 那個那個已經鬆脫了 所以有點危險 它基本上是死掉的 沒有在用 所以沒有在用 對 那它這樣也是隨時有可能 會死 會死 會死